你是一个二十出头的打工小伙 谈了好几年的女朋友 突然被大明星在街上撞死 赵世芳在电视上说女友权责 现在大财阀扔了几十万封口费在你面前 老爸也一个禁劝你认清现实 老老实实当一个报复的缩头乌龟 在真爱良知和真金白云之间 你的选择是什么 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呀 今天云树要讲的是 《飞袍纠察队》第一季的故事 前面这个幸福二选一 正是我们的男主修一在开局面临的困境 事情很不简单 撞死他女友罗宾的那个大明星叫火车头 是全世界跑得最快的男人 一双飞毛腿能追上火箭 快到这个地步当然不会是普通人 而是据说天生拥有一能的超人类 在飞袍的世界里 超人类也分三六九等 能力废柴长相平庸的超人类 照样一辈子打工当社畜 过着普通人的无聊日子 所以想要出人头地大把赚$ 还得攀附资本 也就是垄断全美国超级英雄产业的沃特国际公司 沃特集团深谙娱乐圈造新的套路 卖周边 拉赞助 倒商业 其中创收大头是把超级英雄们 派到各个城市当值安关 沃特集团的头牌是超级七人队 现任七位巨星分别是 能打能扛的美肤女王 全世界最快的男人火车头 能和海洋生物沟通的深海 能控制火焰的点灯人 还有隐形人和能力未知的玄色 他们个个都身怀绝技 可跟队长祖国人比起来 那真是营竹之光男与日月争辉辉 说明白点 这群人捏一块也不够阿祖一只手打的 祖国人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强的男人 身体强悍到能硬扛世界上的任何武器 拥有尖离眼和顺风耳 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一旦发怒就会用激光眼射爆射爆疯狂射爆 目前阿祖还被最受欢迎的超级英雄这一虚名束缚 偶尔想杀的人玩玩也会尽量偷偷摸摸 尽可能维护他在粉丝心中树立的伪光正形象 介绍完敌人的情况 再说回男主这边 女友之死给修一叠了好几层怒气 首先撞死罗宾的火车头 是修一从小崇拜的偶像 所以她受到了双倍的心理创伤 其次是火车头不仅肇事逃逸 第二天还在新闻发布会上污蔑罗宾 说自己当时是在追劫匪 罗宾站在马路中间才会被她撞到 修一气得差点晕过去 女友当时明明站在路边 这就是赤裸裸的污蔑呀 重感情是好事 可问题是修一当了20多年的软蛋 已经怂到了骨子里 沃特公司派律师上门送封口费 要求她签哑巴合同时 修一只敢在脑子里耍狠 嘴上依然唯唯诺诺道 容我再考虑考虑 律师一走 老爸就开始数落她 放着十几万不要你要什么呀 要伸张正义报仇血恨 你一个平时连鸡都不敢杀的软蛋 知不知道跟沃特斗 好比在跟天斗 老爸的这番大实话 恰恰是修一最不爱听的 他纠结 痛苦 愤怒 满腔的恨意 只敢对着火车头的海报发泄 如果上天给他一个报仇的机会 他一定要让火车头卸债卸偿 每个陷入困境的平凡男主 都会遇到一个不平凡的引路人 修一的引路人叫不彻 外号屠夫 他推门而入 大手一拍 自称是FBI探员 专门办理有关超级英雄的案子 现在了解了修一的情况 要帮他给女友报仇 声张正义 修一绝处逢春 当然一口答应 屠夫觉得他的仇恨值还不够高 带着修一进了一家夜店 原来这是超人类聚众取乐的地方 这帮虫之嘴上自夸是正义英雄 私下里糜烂荒淫五毒俱全 道德极度败坏 火车头就是这家夜店的常客 修一在保安室看到了一段录像 发现火车头撞死罗宾后 竟然把这事当成笑谈跟朋友吹嘘 连他在电视上摆出三分愧疚都是装的 修一的怒气和仇恨直接爆表了 屠夫于是开始说正事 他拿出罗宾遇害当天的出警记录 发现根本没人抢银行 火车头竟然撒谎 那这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屠夫希望修一假装接受封口费 趁机和沃特提个要求 让火车头出来给他当面道歉 他在趁机混进沃特总部放窃听器收集证据 听完这个计划 修一沸腾的热血瞬间凉了一半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万一被人发现 他恐怕当场就会被灭口啊 而且修一不明白 为什么你一个FBI探员不上去搜 非逼着我一个打工小伙当007 屠夫说沃特防范太严 自己正面搜查肯定啥也查不出来 修一说 对吗 你一个专业的都搞不定 我肯定更不行了 两边扯来扯去 反正就是不干 这些年屠夫也习惯了 像修一一样拒绝封口费的人已经很少了 敢跟着他干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毕竟大部分人都不会把复仇当成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把仇恨摆在一切的前面 修一拒绝了屠夫后 又开始纠结犹豫不甘心 他正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天人交战时 发现身边有人跟自己一样苦大仇深 女孩自称安妮 外号星光 她的超能力简单来说就是人形充电宝 只要周围有电吸收 她就能爆发高能光束闪下敌人 星光受到母亲和教会的影响 从小就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认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想当超级英雄去出墙扶弱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她积极参加沃特集团的每一场海选 如今已经是颇有人气的偶像练习生 现在梦想成真的机会终于来了 由于点灯人刚刚退休 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 终于如愿加入超级欺人队 没想到刚进入沃特集团 她的美梦就变成了噩梦 深海不仅是星光的前辈 也曾经是她的偶像 所以沃特公司派这条猥琐于接待星光 在超级欺人队会议室里 深海直接脱了裤子 当场给星光上起了职场第一课 为什么当英雄也要被钱规则 星光眼前一黑 还没来得及发飙 深海就说自己是副队长 一句话就能让她离队滚蛋 单纯的星光被唬住了 为了成为英雄 为了不让妈妈失望 她不得不张开嘴承受屈辱 从此以后 星光得了爱呕吐的毛病 还在女厕所撞见偷窥的隐形人 难道这些超级英雄 都是金玉其外伴续其中的伪君子吗 只有梅府女王对她表达了些许同情 星光这心里那叫一个苦娃 她气得整宿睡不着觉 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去公园散心 本想给妈妈打电话诉苦 结果电话那边不等她开口 就开始兴奋地说起 自己如何向亲戚朋友们炫耀 咱家的宝贝女儿这回如何光宗耀祖 星光真是有苦说不出啊 为了妈妈的面子 她还得继续在苦海里忍着 这时候男左女右一言万年 缘分二字真是妙不可言 云书直接开始磕糖 修一注意到常以另一边的这个女孩 心里多半有啥难过的看 安妮回眸一瞧 也注意到修一那紧锁的愁眉 俩人瞬间找到了情感上的共鸣 于是互相安慰鼓励 却不细谈自己面临的问题 这是一种天作之河般的默契 趁着热血被陌生女孩点燃 修一豪迈地答应了屠夫 从此走上了以凡人之躯 对抗超级英雄的不归路 复仇计划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 修一进入了沃特总部 在七人队会议室和火车头见了面 途中借口去上个厕所 从手机里拿出了窃听器 回去偷偷安在了会议桌下面 除了在厕所搞小动作时 因为太紧张掉了一下窃听器 修一觉得自己在这场行动里的表现堪称完美 也许自己真有当零零七的天赋 修一打算再接再厉 不料屠夫只当他是一次性棋子 用完就一脚踢掉 这回轮到修一不干了 要么不做 要么就做到底 他愤然撕了那张支票 以证明自己复仇的决心 屠夫很欣赏他 于是一脚油门踩到底走了 修一等待着第二次召唤 结果等来了第一次灭顶之灾 他不知道自己白天太紧张 以至于误入了女厕所 而女厕所恰恰是隐形人的绝对领域 窃听器一掉 隐形人就盯上修一 一路顺藤诺瓜找到了店里 手无腹肌之力的修一 哪是超级英雄的对手 而且他就算想反击 也不知道打哪 隐形人玩起了猫虐老鼠的游戏 逼问屠夫的真实身份 修一这人虽然胆子小打家面 却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那就是非常重情重义 打死也不出卖同伴 这个闪光点将在以后持续发光 危急时刻 屠夫一脚油门又杀了回来 他兼听器听器时 发现修一这边出事了 也很仗义的回来救人 于是又陷入了二打一的劣势局面 隐形人的强化皮肤非常硬 拿车撞 拿刀砍 甚至拿枪扫射都没事 屠夫被揍得满地打滚 然后他靠喷敌人一身老血的办法反饮 修一趁机被刺 隐形人万万没料到这招电童战术 当场就被电扔了过去 屠夫也不含糊 直接把人塞进后备箱 带着修一就去找别的帮手 一起想办法弄死隐形人 屠夫要找的这个人 就是黑袍纠察队的第三位成员法兰奇 他和修一不同 之前老早就和屠夫是战友了 现在是混道上的武器贩子 压根不想再和不撤烫浑水 老奸去华的屠夫自有对策 他骗法兰奇说自己这次带了个值钱宝贝 等法兰奇打开后备箱看货 就被隐形人看到了脸 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只能跟着屠夫把事办完了 沃特公司在超级英雄身上装有追踪芯片 一旦总部长时间联系不上隐形人 肯定就会派人来定位点搜查 身为队伍里的街头工程师 法兰奇开始了登场首秀 他整了一个小黑牢关押隐形人 用薄片屏蔽追踪信号 铁龙连上高压电 一碰就给隐形人来一发免费电疗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杀掉隐形人 法兰奇手搓了一颗特殊子弹 用的是跟隐形人皮肤相同的材料 结果根本破不了房 子弹反弹还划破了屋顶的锡箔纸 导致追踪信号泄漏 给主角团埋下了一颗雷 大伙用尽各种手段 也没法搞定隐形人的强化皮肤 时间拖得越久 他们的处境就越是不妙 这其实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 幸好沃特公司暂时还没有太在意 毕竟隐形人经常躲起来搞偷窥 失联也算是常识 隐形人负责的巡逻任务就落到了星光头上 他很兴奋 自己牺牲隐忍了这么多 终于到了发光发热的时候了 让英雄梦彻底燃起来吧 星光给自己脑补的热血沸腾 结果沃特就泼来了一盆凉水 为了可控数据化管理 哪怕是打坏人这种事 沃特也给超级英雄们规划好了剧本 主管 情报分析员 化妆师 摄影师 灯光师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团队 随时跟在星光身后 记录他成奸除恶的英雄时刻 星光很反感这种刻意的表演 更让他受不了的是 这次行动居然要跟深海一起组队 他现在一看到这条猥琐鱼就恶心想吐 特别是他现在已经摸清了情况 知道深海根本不是副队长 在七人组里 他能力最弱 所有人都看不起他 主管按住了不想组队的星光 告诉他组队才能上热搜 炒CP可是粉丝经济里的大头啊 星光可以当面骂深海 却还不敢强行违抗沃特公司的安排 于是他又忍了 深海从海底捞出了一艘最近失事的飞机 沃特集团的副总裁马德林 从遇难人员名单里注意到一个特别的名字 巴尔迪摩市长 几天前他还跟这位市长谈过生意 沃特安排旗下的超级英雄 当某个城市的形象代言人 可是要收天价代言费的 巴尔迪摩市长为了砍价 竟然说出了一个禁忌的名字 五号化合物 这玩意儿涉及到了超级英雄的起源秘密 一旦曝光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保住沃特公司的牢底 马德林答应了市长的狮子大开口 谁能想到质得意满的市长 却在返程回家的路上遭遇空难 深海调查了飞机残骸 觉得这件事巴尘跟祖国人有关 赶紧给马德林打小报告 副总裁一听就去试探 哪知阿祖双手一摊说 没错呀 我听到那市长竟然敢威胁你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飞机是我设下来的 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 咱俩谁跟谁 马德林一听头都大了 虽然超级七人队 都不是省油的灯 可那六个加一块 也没祖国人这个队长能保识啊 沃特公司目前正在谋划一件大事 马德林想让旗下的超级英雄加入军队 这其中的阻力远远大于 让超级英雄当成实质安官 军队是国家的根本之一 沃特公司一旦对军队有了掌控力 靠着超级英雄的超反武力 怕不是一有野心 分分钟从财阀变成军阀 事情越难办 功劳也就越大 越能证明自己的能力 所以马德林苦心经营 不断拉拢游说政客 以推动新法案出台 在这么重要的节点上 祖国人随意杀害一位市长及高官 事情万一曝光 马德林的计划可就全泡汤了 面对马德林的责备 阿祖表现得像一个想在大人面前秀表现 却弄巧成拙的小孩子 马德林可不会被他那一脸委屈迷惑 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动动小拇指 就能捏死自己的超级英雄 所以他的责备轻描淡写 安抚却触及灵魂 阿祖躺在马德林的怀里 仿佛回到了从未存在过的妈妈的怀里 马德林是个在上流交际圈游刃有余的人精 他很清楚哪怕是刀枪不入的祖国人 也有人性的弱点 他的弱点就是缺爱 已经一大把年纪的马德林 中年得子正在哺乳期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浓烈的母性气息 祖国人经常躲在走廊上 假装盯着一副自己的海报 其实是用透视眼偷窥马德林 压抑的渴望将他一步步推向了变态 星光这边又跟深海组队炒了几天CP 幻灭感不断加深 所谓的行侠仗义都是策划好的剧本 他可算明白什么叫一入娱乐圈深似海了 这天下班回家时 星光意外撞见了两个野生流氓 没有摄像机 没有剧本 热血重燃的他冲上去就是一顿K 总算找回了点英雄的感觉 转眼又是一天过去了 隐形人已经失联了整整24小时 沃特公司终于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靠着追踪那一点微弱的信号 搜查队锁定了十个街区的范围 主角团注意到局势的恶化 可都拿隐形人没办法 屠夫连夜去找一位老情人帮忙 也就是中情局现任副局长苏珊 想调出局里针对超人类的资料 从中寻找隐形人的弱点 苏珊是一点好脸色也没给不撤 让他有多远滚多远 屠夫碰了颗钉子无功而返 忧心忡忡的主角团继续头脑风暴 法兰奇随意瞟离眼电视 忽然从海归的身体构造上得到了灵感 最牢固的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攻破的 拥有强化皮肤的隐形人 他的弱点在哪里 答案其实简单的很 法兰奇变晕隐形人 将一枚炸弹塞进了他的菊花里 之前还嚣张不可一世的隐形人瞬间就怂了 一口一个爷爷饶命 一旦面临死亡的威胁 这些虚伪的超级英雄立马变成笼包软弹 隐形人招供说 他只知道罗宾被撞死那天 火车头是从罗找女的公寓出发的 但火车头到底做了什么 他真不知道啊 主角团这会儿刚刚挖出一条关键线索 就发现祖国人出现在附近 身为队长 阿祖对七人组的成员们还是很重视的 主角团顿时紧张起来 再拖延下去谁也杀不了 可阿祖拥有顺风耳 现在引爆一定会惊动他 大伙商议了一番 迅速分派任务 屠夫和法兰奇出去转移阿祖的注意 修一留下来守着隐形人 法兰奇把电话让一个朋友帮忙在几公里外布置炸弹引爆 没想到这一招效果拔群 成功引开了祖国人 外面的麻烦刚解决 内部埋的那颗雷突然爆了 隐形人一抛尿就让高压电短了路 他逃出小黑牢后 和修一狭路相逢 隐形人瞧不起修一 认为像他这种从没杀过人的软蛋 绝对不敢按下引爆气 然后他就用生命验证了修一的胆量 狗急了会跳墙 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帮助修一下定杀人决心的 是绝不背叛同伴的信念 望着沾满双手的血 修一的心情很复杂 有恶心 有恐惧 有愧疚 最后竟然还有些兴奋 他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原来在这副小梅羊的外表下 还藏着一头沉睡的狼 跨过了第一次杀人的心理门槛后 再也没有什么能阻碍 他为女友复仇的脚步 屠夫和法兰奇也重新认识了修一 可以说是从引爆炸弹的那一刻开始 他才正式赢得了两位黑袍老前辈的信任 真正成为纠察队的一员 接下来三人忙着清理杀人现场 血迹碎肉烂骨头之类的还算好处理 隐形人的强化皮肤却是大麻烦 这玩意儿实在太硬了 既倒不烂又扯不碎 可以说刀枪不入水火不侵 根本没法销毁 而且就算藏得再好 哪怕用新制造的箱子来隔绝祖国人的透视眼 神通广大的沃特公司也早晚会找到他 怎么办呢 屠夫这时展现出身为领导的胆略 他把强化皮肤装进箱子扔到河底 尽量拖延暴露的时间 要赶在祖国人发现隐形人被杀前迅速走完下一步棋 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抢占先机 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争取更多的优势 说完屠夫的布局 让我们把镜头调回星光这边 他揍完流氓就回家睡觉了 哪知道第二天一醒来 发现自己揍人的举动被监控拍到 有人恶意剪辑发到网上 引起了轩然大波 被揍的流氓们趁机反咬一口 说星光就是个神经病暴力狂 他们啥都没干 路上走得好好的突然就被袭击了 这么一来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骂战 死忠粉 道德表 乐子人炒成一锅粥 掀起了又一轮经典网爆狂欢 负责包装星光的主管阿什利 一改原来低声下气的谄媚态度 把他劈头盖脸一顿痛骂 上班演英雄还没演够 下班不滚回家玩什么打坏蛋 你说你见义勇为 可被你救的那姑娘有站出来替你说话吗 自私胆小怕事才是普通人的常态啊 知不知道 星光最难过的就是这一点 他想当一回真正的英雄 结果却落了这么个下场 难道世界本就是这么黑白不分 是非颠倒吗 就在星光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快要完蛋时 被流氓欺负的女孩勇敢地站了出来 舆论马上360度大反转 星光从人设崩塌的粉皮飞心面 又变成了捍卫女性的直率真英雄 两拨热门话题 直接把他的人气拉上了顶流 沃特集团本来打算冷藏他 这下一看有利可图 态度马上也来了个360度大反转 加大资源投入 要狠狠包装他 为了迎合大众口味 市场部专门给他定制了 卖肉吸睛的新制服 从小信教的星光很反感这种衣服 想坚持穿原来那套淑女装 马德林直接拿出合同威胁他 星光一股火气冲上天灵盖 但为了英雄梦和老妈 他只能继续忍下去 在沃特公司里 马德林负责超级七人队的一切外情和内物 星光这种新人他分分钟就能拿捏 在马德林看来 超级七人队这些自己用来上位的棋子 可不是一群省油的灯 其中最难搞的刺头就是祖国人 这家伙自恋自大自以为是 当然天下无敌的他 确实有刚毕自用的资本 超级英雄加入军队编制的法案 已经进入表决阶段 为了拉最后一波选票 马德林想安排祖国人搞一场演讲 阿祖表示演讲没问题 可别人写的演讲稿他不稀罕读 我的地盘我做主 马德林劝了半天 唾沫星子都说干了 阿祖还是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马德林无奈之下 只好搬出了沃特集团的总裁艾德加 祖国人一听到这个名字 心里就有点范畜 演讲稿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事后阿祖觉得心里不太痛快 自己可是美国最有人气的超级英雄 凭什么老是被沃特公司的高层呼来喝去 眼下他的不满 还处于耍小孩子脾气的阶段 随便虐杀几个要抓的罪犯 也就消气了 梅府女王是祖国人的老搭档 俩人经常一起出任务 每当阿祖找借口杀人时 他都被迫当着帮凶 梅府女王最后悔的就是年轻时不懂事 没有看清祖国人残忍暴虐的本性 一时糊涂跟他交往了一段时间 虽然后来因为祖国人的控制欲太强 吓得他主动分了手 但直到现在 阿祖依然觉得梅府是自己的人 经常跟他聊些心里话 时不时插手梅府的感情生活 梅府表面上跟他很亲近 内心却是既厌恶又畏惧 从俩人分手到现在他一直保持单身 好像祖国人证明自己不是一情别恋 而是他们真的不合适 想想遇上这么疯狂的前男友 真是挺恐怖的 趁着沃特公司还没发现隐形人被杀 屠夫赶紧去找另一位老战友 希望壮大黑袍纠察队的实力 这个老战友有个特搞笑的名字 叫做母乳 属于看上去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实际上有勇有谋 能干大事 性格温和 懂医术 还是个退役的特种兵 除了有点强迫症 以及问题涉及到自己妻女时容易暴躁抓狂外 基本上安全感十足 在团队里扮演二把手和男奶妈的角色 母乳一见屠夫 就好像遇到了温神 二话不说直接赶人 他说自己曾经年少轻狂不懂事 跟着屠夫以为可以对抗全世界 结果拼了这么多年一无所获 还耽误了他陪伴家人 他现在只想当一个安分的小市民 为了老婆孩子努力工作 话虽然这么说 但屠夫知道 其实母乳的内心深处 依然埋藏着对超级英雄的憎恨 不撤也好 休一也罢 每个人加入黑袍纠察队的理由都是一样的 平凡安稳的生活固然不错 可每当午夜梦回时 总有失去的冤魂 在那遥远的记忆里悠悠哀气 如果轻易放弃复仇 又该如何面对他们呢 母乳长叹一声 不撤真是他命里的克星嘛 虽然重新归队 母乳和法兰奇依旧很不对付 他们之间的恩怨涉及到马洛里事件 会在后续的剧情里展开 总之在屠夫的不懈努力下 黑袍纠察队终于卷土重来 下一步是搜查魔爪女 她是火车头没有对外公开的女友 属于过气的三线小演员 落魄到拖欠了好几个月的房租 由于经济上极度依赖男友 所以在房市上换着花样百般讨好 深得火车头的欢心 怎样才能从魔爪女口中 套出火车头的情报呢 屠夫制定了如下计划 修一和母乳伪装成宽带公司的员工 借着升级路由器的油透 混进魔爪女家里 盗取了网络权限 利用电脑和电视上的摄像头 来进行监控 在这次行动中 修一的大众脸发挥了奇笑 首先魔爪女一看就觉得 她确实像个懂技术的职工 全程都没有起疑 哪怕离开时意外撞见了火车头 也因为修一长得太平凡 才没有被认出来 修一对火车头的恨意更深了 能在当面道歉后转头就忘了她 说明这个飞毛腿 混蛋压根就没把撞死罗宾当回事 往深处想 她到底撞死过多少人 竟然对人命债麻木到如此地步 修一的正义之魂燃了起来 报复火车头等于是在为民除害 这么一想 她搞起网络监视也就问心无愧了 火车头最近很烦 因为有别的超人类向她发出了挑战 想争夺世界上最快男人的头衔 火车头这几年花天酒地沉迷享乐 早就荒废了训练 她担心自己这次如果输了 肯定会被踢出超级欺人队 毕竟人们只在乎第一名 没人记得第二名 为了保住自己的名气和地位 火车头叫魔爪女拿出帮自己保管的五号化合物 这是一种猛药 能暂时增强她的超能力 魔爪女有些担心的警告男友 五号化合物可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她就像兴奋剂一样 一旦滥用就容易失控 上次火车头就是因为用药过猛没杀住车 才撞死了罗宾 女友这番忠告也算是用心良苦了 火车头却完全听不进去 她实在太贪恋手上拥有的名利了 望着那些神秘的蓝色药剂 主角团隔着屏幕乐开了花 只要搞到这玩意儿当证据 就能证明超级英雄都是依赖药物 获得超能力的隐君子 就好比某某明星戏毒被抓的大瓜一样 当场就能让超级欺人队射死 这回思路清晰起来了呀家人们 明确了战略目标后 纠察队开始分头行动 第二天就是火车头和挑战者的比赛 沃特公司大力炒作的所谓世纪对决 修伊伪装成记者在更衣室门口望风 不得不说她这张大众脸是真好用 法兰奇钻进通风管道 等比赛一开始 她就潜入更衣室偷五号化合物 屠夫和母乳则在观众席上探查敌情 随时准备撤退 星光被沃特安排在比赛现场搞签名会 趁机宣传自己的比基尼战袍 老粉丝纷纷表示不能理解 星光以前一直是虔诚信教的淑女形象 现在怎么一大火就该走纯欲路线了 是忘了初心还是暴露了本性 现场起哄声不断 老色批的调戏让她觉得屈辱 老粉丝的质疑让她感到羞愧 想躲进更衣室冷静一下 结果撞见了门口望风的修伊 为了防止暴露 修伊索性邀请星光去喝杯小酒 星光对修伊的第一印象很好 那天在公园里 他们明明素未蒙面 却能在三言两语间说进对方的心里 说明他们很合得来啊 所以这时候她也乐得跟修伊多聊聊 倾诉一下心中的苦恼 靠着修伊拖延时间 动作麻利的法兰奇很快就翻遍了休息室 结果什么都没找到 母乳见情况有变 赶紧翻出手机看监控 发现五号化合物还在魔爪女家里 想来也对 随身带着五号化合物实在太不保险了 火车头完全可以注射药物后 跑到现场参加比赛 反正她有飞毛腿 在五号化合物的刺激下 火车头的速度甚至超越了自己的全胜起 轻易击败了挑战者 志得意满的她 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 当场表示自己还是单身 言外之意是让想追求她的女粉丝们踊跃现身 她是来者不惧 多多益善 这番话彻底伤透了魔爪女的心 要知道她如此卑微地服侍了火车头这么久 就是盼着有朝一日 她能公开她们的恋人关系 让媒体再次注意到她这个过期英雄 火车头一边享受着她的服饰 一边找各种理由搪塞敷衍 靠画大饼来玩弄魔爪女的感情 现在终于在媒体面前暴露了真面目 她实在太贪婪了 名利 感情和美色 她全都想要 魔爪女越想越窝火 越想越委屈 一怒之下将五号化合物注射进体内 一直监视着她的母乳 觉得这可能是重要线索 赶紧叫其他同伴回基地商议 修音已经跟星光喝好聊好互留了电话 看驾驶以后这朋友有得做了 屠夫和她的宿敌在观众席上相忘了一眼 此时的祖国人还不知道 这个怒是她的奇怪男人 以后将给她带来多少麻烦 黑袍纠察队全员回到基地 一起监视魔爪女的情况 注射五号化合物后 她还上了天 整个人变得非常亢奋大胆 这时房东又来催租 魔爪女实在没钱 便怀着报复火车头的心态勾引房东 打算肉肠 房东早就基于魔爪女的美色 以前怕她的超能力 也不敢有非分之想 现在大美妞主动投怀送抱 她但凡犹豫一秒钟都不算男人 极度亢奋的魔爪女控制不住力道 猛地一屁股坐下去 当场就把房东的脑袋 当西瓜一样压爆了 监控屏幕前的众人 个个都露出了地铁老人表情 修音更是觉得自己的三观又被刷新了 不过魔爪女的麻烦 却是纠察队的机会 他们直接闯进房间恐吓她 魔爪女摸不清这群人的来路 现在把柄落在别人手上 自己没钱没事 男朋友也靠不住 只能乖乖就犯 主角团刚走完一步骑 沃特公司就紧追上来 深海派海洋生物们各处寻找 总算在海底找到了隐形人的皮肤 屠夫早就料到了这一步 为了挑衅祖国人 他还在箱子上写了一句找你算账 无敌多年的祖国人 从来没想过有人敢挑战他 顿时来了兴致 他倒要看看这群 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老鼠们 能翻起多大的浪花来 黑袍纠察队和超级英雄的战争正式打响 屠夫一刻也没有闲着 带着五号化合物的情报又去找苏珊 这位CEI的副局长表示 只要不撤能弄来五号化合物的样本 他就能带着物证去对付沃特公司 阻止超级英雄进入国防系统 双方达成了合作 屠夫顺便从老情人手里要了一笔行动经费 由于事关重大 苏珊再三警告不撤 敢糊弄他的话后果很严重 屠夫手上有魔爪女土情报 这回底气足得很 他顺藤摸瓜找到了一家中餐面馆 按照魔爪女的说法 火车头每次出去送五号化合物 都会带一碗这家店的麻将面 魔乳三人在附近蹲点 果然发现了可疑人员 他们一路尾随 靠着法兰奇的开索技术潜入了地下室 发现里面很像一个犯罪窝点 三人绕开正在吃麻将面的看守 想从库房里找出五号化合物 结果却发现了一个被囚禁的日本女孩 看上去非常可怜 法兰奇不顾侮辱的阻拦 硬要英雄救美 结果放出了一图怪物 看守他的暴徒们转眼间被活撕 被暴头 被掏心 死状一个比一个惨 修一三人吓得躲进了牢房 女孩忙着逃出去 也没执着于弄死他们 等女孩离开后 几个人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赶紧把库房搜了个遍 终于找到了五号化合物 日本女孩的出现代表着新的线索 为什么她被关在这里 她的暴走和五号化合物有关吗 沃特公司到底有什么阴谋 屠夫很快做出判断 必须抢在沃特公司之前找到那个女孩 这室友法兰奇负责 谁让她一见那女孩 就对她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呢 另外修一收到了星光的短信 约她出去吃饭 修一本想婉拒 屠夫却强势介入 命令修一把接近星光当成工作 以后可以利用她套取沃特和七人队的情报 修一觉得这样做太对不起安妮了 她虽然是超级英雄 看上去却像个好女孩啊 屠夫骂她色迷心翘饭糊涂 超级英雄没一个好东西 他们存在本身就是必须被铲除的恶 作为纠察队的领头人 屠夫的极端思想只能说很有用 至少她能统一团队 坚定立场 划清敌我 把想法不一的队员们拧成一根绳 逼着他们快步行动 高效地执行任务 修一就这样在屠夫的逼迫下 半推半就的和星光开始第一次正式约会 抛开阵营和立场的话 不得不说他俩真的很投缘 越聊越觉得相见恨晚 然而现实的抉择终究摆在了面前 趁着星光去洗手间的功夫 修一偷偷在她的手机里装上了窃听器 虽然她很内疚很纠结 但想起罗宾的大仇未报 终于还是很下了心去当卑鄙小人 沃特公司这边 马德琳为了给新法案添一把火 安排祖国人和美副女王这对经典搭档 去营救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 只要这趟任务顺利完成 民众就会更加拥护超级欺人队 在舆论上大造声势 压力那些反对超级英雄进入国防系统的议员们 凭阿祖的本事 别说劫持飞机的是恐怖分子 就是一群超人类他都能吊起来打 然而今天他却把事情搞砸了 杀劫匪时一不留神用了激光眼 结果烧坏了驾驶室 飞机当场失灵就要坠毁 乘客们吓得赶紧向祖国人求救 殊不知他们眼里救苦救难的超级英雄 正打算脚底抹油 阿祖从没把普通人的命当回事 他做的所有事都是出于自恋 如果动动手指就能收获无知凡人的崇拜 他是愿意去做的 可真要让他尽心尽力的去救人 他却嫌麻烦 于是因为祖国人嫌麻烦 这一机舱的乘客都死了 梅府女王力大无穷却无法飞行 为了救无辜的乘客们 他只能哀求祖国人 至少把那两个小女孩就走吧 他们可是最无辜的人啊 而且这也不算是让他多出力 也就是顺个手的事 祖国人心如铁石不为所动 说出了自己不愿救人的深层次原因 他担心这群人祸救后 把他犯蠢烧毁驾驶时的是爆出去 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 他只能让所有人闭嘴了 死人的嘴恰好是醉严的 乘客们绝望地哭嚎声 向无数饼利剑刺穿了梅府的心 成了他一辈子无法忘怀的噩梦 在祖国人身边待久了 这样的噩梦只会越来越多 望着飞机坠毁的残骸 面对镜头的祖国人 熟练地摆出了痛心疾首的样子 开始慷慨激昂地演讲起来 说如果让超级英雄们加入军队 就能更迅速地执行营救任务 今天的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 马德林对这番巧妙的发言很满意 任务虽然出了岔子 但他想要的效果还是达成了 当人们狂热地高呼祖国人的名字时 梅府女王对这个伪君子的厌恶 越来越强烈 终有一天 反抗的种子会在他心里重新萌芽 黑袍纠察队这边正在抓紧追捕日本女孩 发现他虐杀了一家美甲店的老板 他们在现场调查时撞见了火车头 吓得赶紧开溜 原来唐人街地下室出事的消息一传回来 火车头马上猜到是魔爪女歇的蜜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一旦搞砸 他可能会被祖国人扭断脖子 火车头急得团团转 先是逼问女友 魔爪女这是也害怕起来 一口咬死自己什么都没说 火车头暂时拿他没辙 只好出去追查樱花妹的下落 纠察队很快查出 美甲店老板其实是一个舌头 经常帮人偷渡入境 法兰奇掏出从地下库房里找到的指甲油 再加上半年前的那张车票 终于有了头绪 樱花妹八成是被人贩子偷渡过来的 所以逃出来后 第一时间杀了舌头报仇 现在他可能想原路返回家乡 主角团拿着那张火车票赶往纽约滨州车站 在人群中分头搜寻 法兰奇最先找到了目标 他正躲在一家数码商店的柜台下 就像被关在地下牢房时一样 安静地看着电视 再次见到这个女孩时 法兰奇终于弄明白了自己对他格外动心的原因 这种感觉用四个字形容 就叫同病相连 他告诉女孩 自己小时候被混蛋老爸虐待 无数次尝试逃跑 想要回到妈妈身边 可每次都被老爸找到 换来更可怕的折磨 没有谁比他更懂樱花妹的感受了 所以他想要拯救她 听了法兰奇的话 樱花妹确实有一些触动 但他被人害得这么惨 早已经不敢再相信任何人 他选择了逃跑 母乳赶来发现没抓住人 责怪法兰奇又一次任性妄为 不按计划行动 说着说着开始就是重提 扯出了当年的马洛里事件 母乳觉得既然法兰奇还是这副鬼样子 那黑袍纠察队这次重新集结 肯定还是一事无成 索性各回个家 散伙算了 屠夫跟这俩人打了多年交道 处理内部矛盾很有一套 他用辣妹天团代替一把筷子 讲了一双筷子一折断 十双筷子抱成团的老道理 矛盾暂时缓和后 三人继续行动 总算在月台堵住了目标 樱花妹转身就跑 谁承想半路又杀出一个火车头 他急着把小白鼠抓回去 下手毫不留情 屠夫三人躲在人堆里不敢插手 连樱花妹都打不过火车头 他们这些普通人就更是送菜了 这么关键的线索人物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火车头带走 怎么办呢 危急时刻又是法兰奇集中生智 他朝人群大喊 喂喂喂 大家快看啊 那不是我们的偶像火车头吗 人们一听这话直接疯了 粉丝们一窝蜂地冲了上去 面对无数崇拜的目光 火车头赶紧收起拳头被迫营业 这也是身为大明星的烦恼啊 樱花妹趁机逃跑 纠察队提前预判抄了她的后路 陷入包围圈的女孩就像一头发狂的困兽 法兰奇还想安抚 屠夫却不给她机会 直接扔出特制烟雾弹 将扑来的女孩迷晕 在屠夫的领导下 团结一心的黑袍纠察队又走出了一招好棋 反观超级欺人队这边 简直是一盘散沙 这群人本来就是奔着名利聚在一起 身为队长的祖国人只顾立威 大家因为害怕她的力量 所以不敢反对她 表面上为她马首是瞻 暗地里各怀鬼胎 比如火车头因为负责的是出了差错 害怕被祖国人责罚 直接隐瞒不报 这才给了纠察队截狐的机会 又比如深海 本来靠着指挥亿万海洋生物 可以成为祖国人最好用的耳目 结果因为同事都嘲笑她 把她当成长着胸腮 喜欢跟鱼说话的小丑 长期被排挤孤立 终于导致深海出现了心理问题 越来越倾向跟海洋生物们相处 她听到海洋馆里的海豚 埋怨生存环境差 索性半夜里开车载着她越狱 要让她回归自由的大海 备受感动的海豚甚至想以身相许 深海也很乐意谈一场跨越物种的恋爱 谁料命运无常 一辆泥头车粉碎了深海的香艳梦 过头公司帮她擦完屁股后 同事们更加坚定地认为 深海就是个怪人 再说火车头这边 她没抓住樱花妹 只好继续向女友施压 魔爪女翻来覆去都是那句话 我不是我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 火车头只好把她送出了纽约 找个偏僻的地方先躲一阵子 不然让祖国人知道了 后果不堪设想了 魔爪女就这样一个人去了古巴 躲在哈瓦那天天抽大烟 隔了好长一段时间 火车头才跑来看她 见面就甩出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她终于说服沃特公司 同意公开她们的恋情 魔爪女顿时乐开了花 她可一直盼着这一天呢 火车头趁机表示 既然我们现在是公开的正式情侣了 就应该互相坦诚对不对 俗话说真心换真心 我的心一百在这了 你的呢 要是有什么秘密 就趁现在一股脑都说了吧 魔爪女思来想去犹豫了很久 首先被流放的苦日子 让她意识到自己离不开火车头 她很想回到纽约 回到美光灯下 成为万众瞩目的当红明星 其次身在古巴的她 也不清楚纽约那边的情况 自己捅出的篓子是不是已经堵上了 或者问题并没有火车头最开始表现的那么严重 最后也是因为她确实和火车头有些真感情 愿意相信最好的情况 所以嘴硬了那么久的她 终于坦白了实情 她料想火车头可能会发一通火 于是展开了眼泪攻势 不想火车头不仅没生气 还很动感情的聊起了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场景 魔爪女更觉得感动了 看来这个骗了自己一辈子的男友 到头来其实还是爱她呀 然而真爱在每个人心里有着不同的分量 有人愿意为了真爱付出一切 也有人愿意出卖真爱来自保 火车头显然是后者 她先哄骗魔爪女 让她招供 然后用注射过量毒品的方式将她灭口 祖国人早就知道火车头趁着送五号化合物的机会 自己偷偷磕了不少 之前放任不管 那是因为没闹出事来 现在火车头挥泪杀女友 也算是表了一波忠心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所以祖国人选择原谅她 不过火车头想彻底摆脱麻烦 还得找回樱花妹才行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主角团已经把目标关起来了 法兰奇负责看守 正好他有心要感化他 屠夫就让他自个慢慢折腾 母乳利用自己的情报网 追查到唐人街地下室定期接收的五号化合物包裹 来自一个受沃特公司赞助的宗教慈善团体 该组织的领袖是一个外号叫以希杰的超人类牧师 最近沃特公司为了扩大祖国人那番空难演讲的影响力 便借着悼念坠机遇难人员的由头 让以希杰举办了一场慈善会 趁机吃一拨人写馒头 以希杰这类人属于沃特公司安插在宗教领域的嘴屁 他们将自己的超能力和演讲结合 经常煽动民众的宗教情绪 给人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 超人类是上帝选中的天命之人 把超级英雄们摆上了神明代言人的位置 这次慈善会也是沃特给星光安排的表演舞台 就像火车头影响体育界 深海影响环保界 沃特也想利用星光 进一步扩大公司对宗教界的影响 星光邀请修一跟他一起去参加 屠夫大喜过望 他顺手下的一步嫌棋 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了 他们得想办法接触那个牧师 从他嘴里套出更多五号化合物的情报 经过实体侦查 屠夫很快做出判断 这回不能来应的 因为会场的安保措施做得太好了 周围又有很多超人类 绑架牧师纯粹是找死 得整些不一样的活 比如妖邪 这件事只有修一能办到 屠夫的计划如下 让修一去求星光帮忙搞一张钻石俱乐部的通行证 这样他就有机会跟以希杰单独见面 到时候修一亮出这个牧师 在超人类俱乐部里保男童的视频 要挟他说出五号化合物的事情 这个计划可行性很高 修一最近和星光聊得火热 他厚着脸皮去求 这个心善的女孩八成会答应 但他对修一的好感度恐怕会大减 和上次监听星光一样 修一被屠夫赶鸭子上架 内心纠结了一遍又一遍 终究还是为了死去的罗宾 咬着牙迈出那一步 星光果然没有拒绝 但他望着修一的眼神充满了失望 再也没有之前的光彩 能进入钻石俱乐部的贵宾很少 除了修一是靠星光的人情 其他人都给慈善团体捐了大笔的钱 才得以享受让牧师给他们再次受洗的殊荣 修一没想到会在俱乐部里见到最终boss 实际上阿祖早就是这个慈善团体 特别任命的牧师了 平时不搭理这一块的事 今天算是一时兴起来凑个热闹 得知修一是星光的朋友后 祖国人装模作样的客套了几句 实际上他打骨子里就看不起普通人 受洗的时候故意整了修一把 修一差点没被呛死 他不敢发飙 一直等到其他嘉宾和祖国人都离开时 才总算有了跟以希杰单独相处的机会 修一正要放视频 却发现手机被水泡坏了 这下怎么要挟 修一急得直扯头发 突然法兰奇上身 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要偷鸡 修一骗牧师说 自己是被他嫖过的鸭子 接着详细地说出了牧师的种种私密癖好 幸好他提前多预习了几遍视频 以希杰嫖男无数 不可能记得每个人的长相 见修一说的信誓旦旦 还真给唬住了 他这种人最怕身败名裂 一旦虚伪的面具被撕开 资本会毫不留情地抛弃他 到时候荣华富贵都成了净花水月 黑袍纠察队再次收获重要情报 原来这个慈善团体 一直将五号化合物伪装成疫苗 送往世界各地的医院 最新的一批送到了中城区的梅塞医院 母乳再一次对修一刮目相看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他和屠夫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目标医院 修一待在会场应付星光 慈善会进入了特邀嘉宾发言阶段 首先是祖国人 按照以往的规矩 沃特公司给他准备好了演讲稿 早就厌倦当读稿机器的阿祖 想起上次表达不满时 被马德林搬出埃德加总裁强压了下去 心里这股火又冒了出来 再加上这位副总裁每次利用完阿祖 就尽可能地远离他 阿祖也不是傻子 天天被一个老女人吊着 肯定会滋生不满 后来又因为马德林太宠爱自己的儿子 渡火攻心的祖国人跟他大吵了一架 种种负面情绪积攒在一起 最终促使祖国人撕掉了演讲稿 当着无数观众的面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无条件地崇拜自己 因为他生来就与众不同 拥有凌驾所有人的力量 他不只是神的代言人 他就是这世上唯一的神 狂热又木强的信徒们最喜欢造神 祖国人越自大 至高无上的地位 梅芙女王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她知道一个怪物正在慢慢膨胀 她的软弱和退让已经到达了极限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忍受多久 除了良心上的煎熬 梅芙还得忍受挚爱之人的责备和不理解 事实上梅芙女王是个拉拉 她最爱的人也是个女人 叫伊莲娜 梅芙知道祖国人一旦知道伊莲娜的存在 一定会大发度火 用最残忍的手段杀害她 自恋到极致的阿祖 绝对无法忍受跟自己好过的女人 其实是个女同性恋 每当梅芙快要扛不住时 就想回到伊莲娜的怀里寻求安慰 想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 但最终话到嘴边都被咽了回去 因为太爱女友 所以不想害死她 梅芙选择了独自背负一切 说回慈善会现场 祖国人的脱稿演讲启发了星光 沃特的虚伪让她作呕 妈妈的期待让她疲惫 加入七人队的这段时间 表面上是梦想成真 没人知道她的内心有多痛苦 星光以为修一和其他人不一样 结果发现她也在利用自己 种种负面情绪积攒在一起 星光索性大胆地说出了肺腑之言 她说出了自己的幻灭和迷茫 说出了宗教的虚伪 资本的丑恶 这番演讲说完后 整个现场压屈无声 只有修一在场外拼命鼓掌 因为她找到了一个问题的答案 屠夫不断告诫她所有超级英雄都是伪君子 现在她却知道 至少星光不是 她表里如一 善良 正直 想当一个真正的英雄 讽刺的是 只有修一听懂了星光的心声 她的事情就是 星光被一个欺人队的前辈前规则了 这一话题马上引爆了全网 无数人为她打抱不平 想挖出那个玷污了星光的人渣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星光演讲完就直接冲下台 心想大不了离开沃特 也算是解脱了 修一追上去向她道歉 不过她到底还是不敢说出全部真相 只是编了一个半真半假的 善意的谎言 她说自己想见以细节 是因为女朋友最近去世了 她实在太痛苦 想着宗教或许能拯救她 结果发现正如星光的演讲所说 慈善会并不慈善 充满了虚伪和谎言 虽然又在撒谎 修一这回却是真情流露 而且安妮之前确实多次注意到 修一的目光总爱犹豫到她背后 仿佛在看着某个人 安妮选择了相信修一 甚至被她打动 觉得她是个重感情的男人 两人的关系更进了一步 再说火车头这边 她把魔爪女生前住的公寓翻了底朝天 想找到放出樱花妹的那些人的线索 结果找着找着 她开始怀念魔爪女的好 真是个深情的男人啊 想当初 她和魔爪女经常玩角色扮演 拍了很多情趣录像 为了悼念女友 火车头放出来狠狠回味了一番 谁承想录像带后面 竟然是魔爪女一屁股做死房东 被主角团威胁的视频 法兰奇没躲开摄像头 被拍到了正脸 火车头大喜过望 总算让她逮住敌人的马脚了 她直接把视频送回了沃特公司 很快网络部门就挖出了 法兰奇的个人信息 选色按照信息先跟踪了 法兰奇的老相好雪莉 也就是之前帮忙安装炸弹 引开祖国人的妹子 雪莉跟着法兰奇混了这么多年 反跟踪意识很强 竟然察觉到悬色的出现 她马上通知法兰奇 你恐怕已经暴露了 赶紧撤吧 说完掰断手机卡 自己先转移了 法兰奇这段时间一直在安抚樱花妹 希望能和她交流 对方这次一点也不买账了 因为说到底她还是在搞囚禁 做法和人贩子没什么两样 现在大敌很快就要追来 法兰奇没有独自跑路 而是冒险放开了女孩 以免她重又落入沃特的魔爪 这一举动终于博取了樱花妹的信任 法兰奇刚逃到街上 悬色就追了上来 这个蒙面鬼的动作也太快了 法兰奇既打不过又跑不掉 以为这回死定了 水料刷够好感度的樱花妹去而复返 挡在了法兰奇和悬色中间 悬色被美女就英雄的戏码打动了 于是赏了一套辣手催花拳 接着无情拔刀斩 樱花妹就躺在地上吐靴墨子了 悬色没有补刀 转身就去追法兰奇 这回黑侠也没有料到 法兰奇竟然也来了个去而复返 他怕樱花妹不是敌人的对手 奋不顾身地跑了回来 恰好躲开悬色的追杀 樱花妹在冰死状态 触发了自愈的超能力 两个大难不死的人相识苦笑 黑袍纠察队的一对新CP正式诞生 另一边 屠夫还不知道两个手下都在抱的美人归 他和母乳来到目标医院 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沃特公司将五号化合物注射进婴儿体内 让他们被迫获得各种异能 超人类诞生于药物改造 而不是什么上帝的选择 屠夫非常激动 死磕了这么多年 他终于踩中了沃特这条毒蛇的七寸 之前掌握的所有线索 都不如这一条关键 屠夫抽取样本后就要离开 不料沃特公司在这家医院安插了大量警卫 这些人的武器配置堪比军队 屠夫和母乳一人一把小手枪 根本招架不住啊 危急时刻 屠夫也法兰奇上身了 集中生智拿起了一样火力超猛的武器 拥有蓝光特效版雷射演的超人类婴儿 这不仅是武器还是肉盾 警卫们显然不敢伤害沃特公司的产品 那可是要赔好多钱 第一次玩婴儿枪的屠夫 瞬间杀穿全场 简直爽翻了 黑袍纠察队虽然被选色逼的转移了基地 但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母乳将收集到的线索整理分析 在靠自己的情报网进一步合时 推测出了沃特公司的阴谋 以希洁领导的宗教团体 在沃特公司的赞助下 从1971年开始 向全国53家医院秘密运送五号化合物 将其包装成小儿麻痹症疫苗 被注射了五号化合物的普通人 不管是婴儿 小孩还是成年人 都会变成超人类 屠夫最关心的问题是 祖国人的超能力是不是也来源于五号化合物 全国那么多的超人类 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能强到无敌的地步 母乳表示很遗憾 没有人知道祖国人的来历 根本就没有那家伙的任何资料记录 不管怎么说 纠察队手上总算掌握了一张王牌 只要把沃特公司涉嫌伤害儿童 偷运为禁品 批量生产超人类 欺骗民众和国会等罪名公之于众 整个美国社会都会迎来一次海啸 但想要实现这一目标 纠察队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首先是内部的事 一个是修一和星光 这俩人走得越来越近 带有要热练一场的驾驶 自从星光在慈善会上说了真心话后 修一就觉得这女孩真是太棒了 继续欺骗利用她的话 自己就真不是东西了 所以她开始消极代工 借口星光的手机坏了 希望能摆脱屠夫的监听 避免再被逼着做出伤害安妮感情的事 屠夫一瞧 这小子又开始色迷心窍 分不清敌我了呀 俗话说攘外必先安内 他带着修一去参加受害者护助会 这些人都被超人类伤害过 有些是意外事故 有些是刑事案件 比如一位黑人小哥 爱上了拥有冰冻能力的女神 没想到这只天鹅不嫌弃癞蛤蟆 接受了她的表白 第一次恩爱是 女神不小心超能力失控 动断了她的命根子 黑哥不认为这是女神的错 毕竟自己只是一介凡人 能得女神垂青 就是死也直浪 其他人都是这种思维 超人类伤害了自己 一定不是对方的错 是自己不够优秀 承受不了神的恩惠 面对这些人 屠夫只有怒其不争 被超人类当成玩具蹂躏践踏了 还要一边舔伤口 一边继续唱赞歌 生而为人 应该有自尊 有血性 别人捅了你一刀 你不敢奉还十刀就是怂包 就是软蛋 离开互助会后 屠夫首次和修衣推心致富 解释了自己 为什么如此恨沃特和祖国人的原因 她原来有一个特别恩爱的老婆 叫贝卡 是个开朗到走路蹦蹦跳跳 天天眉开眼笑的快乐女生 可自从她入职沃特公司 当了祖国人的助理后 就失去了笑容 因为她被那个禽兽给强暴了 这还不算玩 有一天布车发现老婆在公园长椅上 像木偶一样待坐了三个小时后 就消失在了监控摄像头外 从此人间蒸发 布车找她找了很多年 结果一无所获 于是自然而然的联想到 一定是祖国人那个禽兽杀人灭口 布车从此化身屠夫 断绝了自己的人际交往 独行在这个世界上 心中只剩下仇恨 活着的唯一动力就是复仇 讲完了自己的过去后 屠夫再次向修衣强调 超人类里没有好人 他们全都该死 修衣对布车的遭遇深表同情 但她不赞同走极端 复仇和爱情她都想要 这也是她无法成为纠察队核心的原因 另一边 法兰奇虽然赢得了樱花妹的信任 将她吸纳进了纠察队 可她身上依然有许多谜团需要解开 这女孩既不会说话 又不会写字 想跟她交流实在是个大问题 法兰奇因为身份已经暴露 只能天天躲在基地里 于是她给自己找了个任务 那就是尝试和樱花妹建立沟通渠道 黑袍纠察队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让我们将镜头转到敌人这边 祖国人和星光的脱稿演讲 打乱了沃特公司的算盘 马德林意识到祖国人越来越不受控制了 于是升级了安抚战术 进一步牺牲色相 给了阿祖更多的甜头 祖国人暂时也还吃这一套 于是继续乖乖听话 沃特公司为了消除公众 对超级欺人队的不信任感 策划了一档成长纪录片 道具组精心布置了一栋复古小别墅 祖国人面对镜头 生情并茂地讲着自己的家 威严的父亲 慈祥的母亲 无穷无尽的作业 各种各样的玩具 无数细节勾勒出一个美好的童年 让民众相信他祖国人并不是神 而是一个标准的美国中产阶级 白人家庭出身的男孩 阿祖的台词功底和表情管理都是影帝级别 他让民众相信了他们愿意相信的故事 但这一切不过是马德林的任务吧 他没有家 没有父亲 没有母亲 阿祖本可以坚持神的自我身份认知 构筑起坚固冰冷的心之壁垒 可那条毛毯出现了 一下子就攻破了他的心房 因为在无数的谎言中 只有他真正联系着阿祖的童年 他唤醒的情感 和幸福美好充实没有半点关系 马德林并不懂阿祖 他也不想真的去理解阿祖 说到底祖国人只是他用来干业绩 网上爬的工具之一 所以用翘首安抚了阿祖后 他就转过头去处理另一桩麻烦了 星光被前规则的新闻 连续霸榜热搜好几天 网友围绕这一话题都吵疯了 特别是星光没有点名道姓 说出前规则他的人到底是谁 给了大家胡猜乱琢磨的空间 各大媒体瞪红了眼睛 都希望自家记者能第一个挖出真相 马德林一怒之下解雇了阿什利 因为他之前是星光包装团队的主管 公关团队加班加点工作 七人组成员都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星光 引起这场轩然大波的当事人 我们的女主却直接隐身了 公司安排的拍摄任务怎么喊都不去 天天跟着修一约会谈心 仿佛顿入了世外桃源 把外界强塞给他的压力股脑都忘掉了 在和安妮不断加深感情的过程中 修一始终忘不了罗宾 他的内心很不安 如果一直在复仇之路上走下去 自己迟早会和星光谈牌 他就算赞人美心善 始终还是敌方阵营的人啊 星光最终还是得面对马德林 但现在的他可不像之前那么好拿捏 他知道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沃特公司不敢开除自己 那就等于包庇猥献犯 公司形象可就一落千丈了 到时候强倒众人推 民众和媒体使劲一骂 沃特公司的股价暴跌 董事们赔了钱 可就要拿马德林问责了 星光这番话句句说在要害处 证明他之前并不是蠢 而是太单纯 心思没用再算计人这方面 马德林对这个做英雄梦的小姑娘刮目相看 现在还能怎么办呢 只能答应星光的要求 让他穿回原来的制服 继续走淑女路线 把他当祖宗一样供着 然后汽车宝帅冷藏深海了 从入职沃特公司到现在 星光第一次扬眉吐气 梅芙女王酸溜溜的跑来嘲讽 说妹子好算计呀 成为顶流的滋味如何 星光说自己做这些事不是为了出名 梅芙冷笑一声 不想出名的人就不会来沃特 还跟老娘装醇呢 星光长叹一声 又用出了真诚必杀计 说自己的英雄梦起源于梅芙女王 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 天天翻看梅芙的自传 对那些英雄事迹抱贝如流 可现在她和童年偶像站在了同一位置 却发现一切都是假的 都是市场调研部门策划的剧本 梅芙被怼得哑口无言 她从星光身上看到了过去的自己 她还弄不清自己对这个小梅芙的真正态度 是怀念 惭愧 还是厌恶 纠察队的基地里 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法兰奇发现樱花妹开始用点头摇头 等简单动作回应自己 这说明她也有沟通的意愿啊 为了进一步了解樱花妹的身世 纠察队找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能读取他人内心的超感侠 这家伙以前是个童星 靠出演电影《超英少年》火了一把 原本前途大好的时候 却一脚踩进了沟里 然后这辈子都没爬起来 当年沃特公司利用她的读心能力 盗取了华尔街的内幕交易信息 大赚了一笔后就把她卖了 超感侠直接享受了身败名裂 牢狱之灾 妻离子散这一整套社会重权 对沃特不说恨之入骨吧 至少也是不共戴天 但这家伙是个没骨头的窝囊废 真让他对付沃特 他肯定不敢 纠察队要想让超感侠出手 光给钱是不行的 还得帮他解决一桩家庭问题 因为超感侠不务正业 混吃等死 可能还武毒俱全 政府剥夺了他对女儿的抚养权 母乳一查就发现 收养超感侠女儿的儿童机构里有自己的熟人 那这是可就容易了 母乳再次发挥她的面子神迹 帮超感侠取得了每月探望女儿一次的资格 果然以利诱人不如以德服人 超感侠感激涕零 让恩人赶紧把樱花妹带到自己家里 她只要和别人进行身体接触 就能读取记忆 没想到刚和樱花妹一握手 就看到了超级血腥恐怖的画面 妹子直接PTSD发作扭断了超感侠的手 母乳和法兰奇赶紧安抚了双方的情绪 超感侠被逼着进行了第二次读心 终于了解到樱花妹的一些过去 她是居住在菲律宾一个小渔村的日本侨民 名叫龚代季梅子 小时候家里遭遇重大事故 恐怖组织闪光解放军杀害了她的爸妈 把她和弟弟建制一起绑走充当士兵 从此以后吉美子就不会说话了 应该是患上了选择性肩膜症 后来她又不知怎的被拐到了美国 沦为五号化合物的小白鼠 主角团一顿头脑风暴 推测沃特公司偷偷制造超人类恐怖分子 是为了让超级英雄进入国防系统 毕竟想要证明自身的重要性 最好的办法就是树立强大的外敌 这回屠夫觉得他们手上掌握的筹码够多了 带着五号化合物就去找苏珊 她坐地起架 列出了一张需求清单 为自己的团队争取了高额酬金 以及各种必要的特权和保护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指控祖国人 副局长大手一挥 表示要钱要全他都可以给 可对付祖国人这是实在难办 阿祖可是近乎无敌的存在 把他逼急了 万一狗急跳墙 整个美国恐怕都不够他杀的 屠夫冷哼一声 当场表明了态度 中情局必须对祖国人出手 否则他就拒绝交付证据 总之事情暂时僵住了 说回星光这边 他和沃特公司的斗争取得了大胜利 猥琐于被逼着公开发布道歉视频 随后惨遭冷藏 被流放到三线小城市里 公司重新对星光进行了包装 为他打造了全新的人设 接着便是一大堆资源投入 还计划让他拍电影 最终这场超级英雄惨遭前规则的今天丑闻 在沃特公关团队的全力应对下 终于不了了之了 星光本来都穿上了自己的边装 准备跟沃特公司闹掰的 结果发现自己被捧成了顶流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更令他感到意外的是 美孚女王爷来道歉 说自己曾经和他一样 想要当个真正的英雄 结果却在丑恶的现实面前认怂了 现在看到星光继承自己的志向 不畏强权跟沃特公司叫板 他只觉得自残行贿 星光这时候并不觉得自己赚大了 他本来是想掀桌子 彻底撕开沃特公司丑恶的真面目 结果就这 他在小酒吧里跟修一一同倾诉 心里的郁杰才感到稍微化解了一些 就在这对小年轻眉来眼去 你弄我弄时 复彻突然冒出来钢电灯泡 他已经再三警告过修一 不要跟超级英雄交往过密 结果这小子不仅不听 还越陷越深 要分清敌我阵营啊小同志 修一认为星光是个好女孩 不会跟超级气人队同流合污 说不定还能发展成盟友 屠夫嘲笑他愚蠢 这俩人的判断到底谁对是错 只能走着瞧望 在黑袍纠察队里 只有屠夫坚持对超人类采用没停手段 他本想杀了超感侠灭口 其他人却觉得没必要做到这份上 超感侠也痛恨沃特公司 应该会站在他们这边 然而事实证明 屠夫的判断是正确的 超感侠和女儿见面后 察觉出孩子不想见他 索性断了修复妇女感情的念头 向祖国人出卖了纠察队的情报 想换取一些好处 结果啥都没捞着 纠察队全员的身份 从此彻底暴露给了敌人 祖国人赶紧召集七人队开会 收到开会通知的火车头 此时正在跑道上进行康复训练 由于长期滥用五号化合物 他的身体出现了大问题 给火车头当教练的哥哥 怕弟弟哪天突然心脏病发作就猝死了 给他提了三点建议 一是戒掉五号化合物 二是暂停各种商业活动 三是回归基础训练 火车头这些年花天酒地 身子骨早就放纵坏了 也没了年轻时靠一双腿 从贫民窟跑进上流社会的志气 现在只想守住荣华富贵 所以断药是万万不能的 另一边星光收到开会通知时 刚和修一一吻定情成为情侣 两人一夜缠绵后还在温存 丝毫没有察觉到 危机已经悄然逼近 等所有队员都到场后 祖国人直接透露了隐形人遇害一案 同时公布了凶手的身份 星光一看到修一的照片 当场人傻了 纠察队这段时间做的所有事情 妖邪魔找女 讹诈以西节 利用超感侠等等 祖国人全都捋清楚了 星光在队长的质问下 脑子终于转了过来 他被修一这个王八蛋利用了呀 阿祖认为星光还在演 他明明就是敌人安插进七人队的卧底 所以才会曝光潜规则丑闻 让深海被冷藏 以此达到瓦解七人队的目的 星光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也是被人利用了呀 祖国人压根不信他 星光意识到自己要完蛋了 虽然都是超人类 他和祖国人的战力差距实在太大了 其他人也肯定会帮队长梅欧他 真动其手来 他必死无疑 就在这命悬一线之际 梅府女王站出来 替星光说了几句公道话 说星光明显是被渣男欺骗利用了 要怪就怪他太蠢 不管怎么说也还算罪不至死吧 祖国人卖了钱女有一个面子 暂且饶过了星光 把他交给梅府处理 修一这边还不知道星光出事了 他已经彻底爱上了星光 不想继续利用他 索性打算退出纠察队 为此和屠夫大吵了一架 这时修一接到了老爸打来的电话 里面却传来了火车头的声音 威胁他赶紧回家 否则他老爸的小命就完完了 大伙立即意识到他们暴露了 屠夫认为是星光那个小婊子出卖了他们 大吼大叫说 看吧 超人类果然靠不住 母乳冷静分析后表示 现在是全员都暴露了 可他之前从没跟星光见不面 出卖他们的另有其人 十有八九十超感侠 纠察队再一次变成炸了窝的蚂蚁 他们必须尽快转移 修一不得不回家就老爸 为了对付火车头 他准备了一只五号化合物当诱饵 果然发挥了奇效 趁着火车头被五号化合物迷得两眼发直 吉妹子偷偷潜入房间发动偷袭 一钢管打断了火车头的腿 这一路危机算是化解了 母乳这边遭遇了家庭危机 他一直瞒着家里人 说自己何不撤断了来往 现在身份暴露 他必须转移家人 谎话也就不攻自破了 只想过安稳日子的老婆大人 对母乳非常失望 屠夫这边的处理最关键 他先是找到超感侠 把这个偷鸡不成十把米的小人活活打死 然后为了队员们的安危着想 接受了苏珊的条件 交付证据 放弃起诉祖国人 换取中情局对纠察队全员及其家属的保护 苏珊早就等着这一刻 中情局马上传唤了马德林 让这位沃特公司的副总裁 好好解释一下五号化合物的问题 要求他立即撤销 让超级英雄进入国防系统的法案申请 否则就会公开所有证据 到时候沃特公司的麻烦可就大了 马德林仿佛也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 表现得非常镇静 就在他拖延审讯的同时 地球的另一边有一伙美国海豹突击队 在大马士阁围剿恐怖分子 杀得只剩下最后一名敌人 眼看着就要完成任务 这名仅存的恐怖分子突然开大 直接火焰风暴团灭美军 沃特公司精心制造的超人类恐怖分子终于发威 这样一来 只有他们家的超级英雄能够制衡了 果然祖国人一出手 不过一支烟的功夫 就帮美军攻破了一个恐怖组织基地 阿祖从反恐这件事上尝到了甜头 以前维护城市治安时 他杀个人还得偷偷摸摸 编一些罪犯主动袭击自己的借口 现在一反恐 他满世界随便杀人都不怕上新闻 简直爽翻了 阿祖致敬当年的洗衣粉大神 拿着一份五号化合物的复制品 说是从恐怖分子基地里搜出来的 在公众面前摆脱了沃特公司 仰扣自重的嫌疑 事已至此 美国政府不得不对沃特公司做出让步 一边封锁五号化合物的所有消息 一边通过了超级英雄进入国防系统的法案 屠夫气得抓狂 他们拼死拼活忙了这么久 结果换来纠察队全员上通缉令 苏珊表示很抱歉 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料 现在他这个副局长也没辙了 中情局毕竟是官僚机构的一份子 无法违抗总统的命令越权行事 作为对老情人的最后关照 苏珊建议屠夫带着队员们逃到国外 找个偏僻的地方躲起来 也许还能过几天安生日子 所有人都可以放弃复仇 唯独屠夫不会 所以他才能成为纠察队的领导 事到如今他还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一段冷静期过后 星光终于决定和修伊再见一面 就在他们第一次邂逅的地方 虽然梅伏劝星光了断成员 免得被人伤害 他还是想最后为修伊考虑一次 他可以不怪修伊利用自己复仇 毕竟罗宾死得太冤枉 沃特这帮人确实不是东西 但他觉得修伊继续这么搞下去 早晚要被祖国人弄死 所以拉着修伊去警察局自首 想着进了监狱 也就等于变相获得了政府的保护 星光可以天真 修伊却不能跟着犯傻 进监狱和上针板没区别 到时候别说祖国人 火车头都能轻易整死他 修伊只好告诉星光一切 有关五号化合物的秘密 以及超人类是药物改造的产物 这些真相对星光的刺激实在太大 随后他又被屠夫一枪打倒 子弹打在身上 远不如心里的伤更痛 星光任由屠夫带走了修伊 回家便去找妈妈核实了真相 这才明白所谓上帝的选民都是屁话 他从小到大都是妈妈满足自己虚荣心的棋子 现在谎言被戳穿了 妈妈还嘴硬说自己问心无愧 星光的世界观彻底崩塌了 怀着满心的崩溃 绝望和怨恨 他离开了家 要和妈妈断绝关系 我们将镜头转到另一边 祖国人自从得知黑袍纠察队的存在后 就开始认真的履行身为反派boss的职责 他望着屠夫的照片若有所思 八年前 贝卡刚刚出任沃特公司数码营销部高级主管 就带着老公来参加集团举办的圣诞派对 祖国人见着小两口如此恩爱 当着自己的面轻轻我我 嘴上一通夸 心里却有些不爽 越是缺爱的人 越妒忌别人能拥有爱 或许正是出于发泄的心态 阿祖朝这位天真单纯的心人伸出了罪恶的魔爪 不撤在派对上看到阿祖第一眼 就觉得这家伙的伪光正人设不太保证 怕什么来什么 每几天钟情局的马洛里找上了门 不撤看到监控录像里 祖国人把贝卡带进办公室整整三个多小时 贝卡出来后衣衫不整 脸上还有泪痕 不撤气的肺都要炸了 后来贝卡的失踪 更加证实了祖国人丧心病狂不当人 阿祖从此成为屠夫的第一复仇目标 然而事实上 阿祖也是发现黑袍纠察队的存在 得知屠夫的目的后 才注意到贝卡失踪了 他猜测这件事是沃特公司背着他干的 便去找马德林问个清楚 这个女人平时鬼话连篇 耍得阿祖团团转 但这是因为阿祖愿意被他耍 一旦祖国人认真起来 马上就发现马德林有所隐瞒 阿祖想到了另一个人 沃格鲍姆博士 当年就是他带队在实验室培育了阿祖 现在这老家伙已经退休了 家有别墅 子孙满堂 这些都是他年轻时出卖良心 帮沃特公司搞实验换来的 现在年纪已大 他又开始假惺惺的玩 忏悔过去那一套 他说自己最对不起的人就是约翰 也就是现在的祖国人 当年将他从父母身边带走 关在实验室里当小白鼠 结果因为缺少父母的关爱 祖国人变成了现在这样残忍暴虐 又刚毙自用的性格 面对博士的惭愧 阿祖的内心五味杂陈 事到如今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知道博士想求的自己的原谅 来获得内心的解脱 但他的一生又要怎样被救赎 目已成舟 他们都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在祖国人的逼问下 博士说出了关于贝卡的秘密 八年前 贝卡的失踪确实和沃特公司有关 马德林发现他怀上了祖国人的孩子 于是要求他跟公司签订保密协议 贝卡被安置在秘密医院里 谁承想阿祖的基因太过强大 预产期还没到 胎儿就撕破子宫 从母亲的肚子里钻了出来 贝卡当场大出血死亡 那胎儿也只活了十秒就夭折了 听完博士的话 阿祖的心情更复杂了 他先是高兴自己还有生育能力 因为身为试验品 理论上来讲他无法反育下一代 但听到最后才发现自己白高兴一场 他可是自诩为神的男人 难道就甘心被命运玩弄 与此同时 不清楚内幕的屠夫 始终坚定着复仇的信念 苏珊劝他逃跑 他偏要赌到最后 屠夫带着修衣去找退隐的马洛里 这位精神头不错的英气老太 曾经是中情局探员 也是黑袍纠察队的创始人 正是他在不撤绝望时 将他招进纠察队 指引他走上复仇者的道路 后来因为发生了马洛里事件 这位黑袍初代队长失去了四个孙子 巨大的悲痛打倒了这位老人 他放弃了推翻沃特公司的野心 从此以后便金盆洗手 归隐不出了 屠夫厚着脸皮向曾经的老师恳求 表示只要再帮他最后一次 他发誓从此以后 绝不会出现在他面前 马洛里一来想到 是自己把黑袍队员们 带上了这条危险的道路 内心还有一些愧疚之情 二来也确实想摆脱 屠夫这个难缠的家伙 于是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情报 那就是祖国人和马德林的关系 非常特殊 可以从这位沃特公司的副总裁下手 也许能找出阿祖的弱点 屠夫一听大喜过望 要不说马洛里能当他的老师呢 出手果然不同凡响 马洛里最后还关照了一下修一 劝他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想必是回忆起了 自己当年带心人不撤的情形 修一的表情很复杂 他确实在放弃和坚持复仇之间摇摆不定 屠夫没有半分纠结 他兴奋地赶回旅馆 刚靠近门口就发现情况不对劲 靠着出色的反侦查能力 他马上意识到FBI来抓人了 屠夫临危不乱 开着车并不停留 一直开到一处偏僻的场所 然后迅速更换车牌 修一发现屠夫打算抛弃其他队员 直接去找祖国人复仇 当场跳起来跟队长叫板 说这样做实在太不仗义了 屠夫又想利用罗宾 来煽动修一走极端复仇路线 修一这时却看出 修一其实谁都不在乎 他只在乎自己的复仇计划 重情重义的修一当场下车 跟屠夫分道扬镳 表示哪怕豁出自己这条小命 也要救出队友们 修一的意志虽然坚定 但他的肉体却很孱弱 要他单枪匹马杀穿FBI探员 难度也就比单挑抄人类小一点点 修一走投无路 只能厚着脸皮去找安妮帮忙 安妮被修一骗了这么久 对这个男人的信任感 已经基本清零了 修一再次使出了真诚必杀计 安妮虽然对他恢复了一点好感 但仓促之间脑子里还是很乱 最终一咬牙还是拒绝了 想想看 他现在是超级欺人队的一员 帮助修一对付沃特 不仅会毁掉他的事业 还会被祖国人报复 到时候小命难保啊 一个屡次欺骗自己 利用自己 害得他陷入危险 伤心痛苦的臭男人 真的值得让他冒这么大的险吗 这个问题搁在谁身上都得多想想 当天晚上 沃特公司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会 庆祝超级英雄加入军队的法案终于通过 星光又一次被迫穿上了比基尼战袍 跟达官显贵门逢场作戏 自己都觉得这副姿态很恶心 哎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他被修一利用的事情一曝光 在沃特的话语权顿时骤降 又得听从营销部门的命令 国防部已经批准了 每年向沃特公司支付400亿 作为雇佣超级英雄的经费 这一大笔业绩都算在了马德林一个人头上 公司总裁埃德加对他大力嘉奖 提成分红那字不用说 最重要的是 马德林成为了沃特公司的接班人 祖国人这时候凑过来对马德林说 要不是自己私下让火车头将五号化合物 送给世界各地的恐怖组织 制造出大批超人类恐怖分子 公司怎么能在中情局的猛烈攻势下绝地翻盘 马德林每次利用完阿祖 都会给他长一点甜头 慢慢吊着他的欲望 但这次不行了 因为阿祖的功劳实在太大 马德林不得不献出一切 给予了最终的奖励 事后 他觉得阿祖已经彻底得到了卡 后面再用肉体欲望来掉 恐怕效果会打折扣 于是马德林开始加强感情上的安抚 故意提起了贝卡的事 阿祖听完当场发现了破绽 因为马德林说他而是流产而死 和博士的说辞有出入 这两人到底谁在说谎 阿祖不动声色 决定偷偷去调查清楚 让我们把镜头切回修一这边 虽然没有争取到星光这个强缘 修一还是决心孤身去就同半本 他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 就是把情谊看得最重 修一幻想自己化身007大杀特杀 然而现实却是他一回旅馆 就被埋伏的FBI探员抓住 直接扔进大牢跟他的队友们关一起 母乳和法兰奇抱着修一说 好兄弟 虽然你这白送人头的操作很蠢 但蠢得很有爱呀 修一微微一笑 表示一切都在他的算计当中 他用假牙年灼技 法兰奇大喜过望 当场靠着这玩意儿撬开了牢门 母乳在搭把手解决掉摸鱼的看守 三人又在隔壁牢房里找到了鸡美子 他毕竟是危险的超人类 所以被打了麻药 监管比法兰奇等人更严 主角团还没来得及救出鸡美子 大批看守就杀进来了 他们且战且退 法兰奇负了伤 母乳只能拼了老命帮他救出鸡美子 修一负责火力掩护 但他对枪械基本是一窍不通 全靠一股莽劲乱扫 日日失败的纠察队很快就被敌人包了饺子 眼看他们就要团灭时 意想不到的救星忽然出现 星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终于选择回归本心 恪守正当 他穿着从前的战袍 吸收了建筑内的电力 化作一道道耀眼强光射向敌人 不到片刻就将看守们全部阵晕过去 修一和星光相视苦笑 完成了对彼此的和解 主角团刚要逃出生片 又遇到一个凶悍的敌人 火车头之前被吉妹子打断了腿 放跑了修一 等于在祖国人面前又搞砸了一次 他害怕自己轮为弃子 失去荣华富贵 于是偷偷又可起了五号花合物 气得大哥不再管他 现在或许是得知了修一被捕 想过来报复 没想到火车头一到场 就撞见星光帮助纠察队越狱 对他来说 这可是戴罪立功的好机会 一场超级英雄之间的战斗立即爆发 修一坚持要留在星光身边 跟他同生共死 他对朋友都愿意舍生取义 更何况是深爱的女人 可惜星光不是火车头的对手 他的镇爆强光蓄力时间过长 还需要瞄准 在玛丽全开的火车头面前 完全就是战装挨打的火把子 就在这命悬一线之际 修一的存在发挥了作用 火车头长期过度嗑药 加上刚才全速狂飙 超负荷的心脏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在杀死修一前 他想把魔爪女的死 甩锅给这个普通人 但他内心深处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 抛弃并杀死女友的人是他自己 剧烈的情绪波动 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火车头当场心脏病复发 老好人的修一赶紧上前抢救 也不管自己的处境 星光长叹一声 这烂摊子还得他来收拾才行 他让修一赶紧逃走 自己联系沃特公司派出救护车抢救火车头 就在男女主一一分别时 新的好戏也在马德林的家里上演 屠夫绑架了这位副总裁 给他身上安装了炸弹 就等着祖国人出现 当着他的面炸死马德林 在这个刀枪不入肩不可摧的 超级英雄的内心 狠狠插进一把刀子 阿祖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他对屠夫如此执着地 向自己复仇表示钦佩 连那么多超人类都怕他怕得要死 不撤身为普通人 却靠着勇气 毅力和智慧 要而再再而三地给阿祖带来惊喜 祖国人不得不告诉 这位渺小又可敬的对手 有很多事情都超出了 屠夫那阴暗内心里的复仇直觉 首先 马德林曾经确实是 祖国人追求的挚爱 但如今他们之间的孽缘 终于到了要做个了结的时刻 祖国人逼问了博士 发现马德林又一次欺骗了自己 他终于被彻底激怒了 现在他要求马德林澄清 骗他最久最深的一个谎言 他对自己到底是什么感觉 马德林一遍又一遍发誓 自己深爱着祖国人 但在祖国人不断地威逼和诱骗下 想着自己随时会被炸成肉酱 马德林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 他哭着说出了真相 自己很害怕祖国人 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 这才是插进祖国人心窝最深的一道 这一刻他不仅失去了最爱的女人 也失去了一个幻想的母亲 祖国人怀着报复马德林 也是惩罚自己的心态 发动了死亡雷射眼 马德林一死 屠夫报复祖国人的唯一手段也就失效了 永不屈服的他立马按下了引爆遥控器 要让自己死得轰轰烈烈 然而刚刚失去挚爱的祖国人 怎么可能再轻易失去一位对手呢 他那空虚的内心 需要靠玩弄屠夫来获得新的满足 于是被爆炸的气浪冲晕的屠夫 醒来后看到了毕生难忘的一幕 他的爱妻贝卡 活生生站在一栋小别墅外 照顾着一个拥有雷射眼的小男孩 事实上博士和马德林都撒了谎 贝卡顺利生下了祖国人的孩子 被沃特公司偷偷软禁了起来 祖国人的心里舒坦了很多 他不仅突然有了儿子 还可以用这个事实羞辱屠夫 在这个复仇狂的头上狠狠戴一顶绿帽子 哼你的家人很不错 但他们都是我的了 以上就是黑袍纠察队第一季的全部内容了 超级经典的高分美剧 反英雄套路的黑袍系列将会持续更新 好了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 我是云书 更多精彩咱们下期不见不散了